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却没有任何举动 敦马认为因为当时没有言论自由 一旦投诉便会被囚禁 如今改朝换代了 董总才敢出言反对 首相也翻旧账 当年政府成立宏愿学校 董总也是反对 理由是他们担心华裔必须和马来人相处 敦马认为这或许已经证明 董总不喜欢马来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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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总不喜欢马来人